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凯博Talk Show 在上集节目里面呢 我们带您用最生活的方式 来贴近所谓的客家文化 不过呢 如果要亲身的参与 真的是要建议 千万不能放过这个 每一年都举办的 而且呢 可以算是世界级的这个 台北客家一名嘉年华 从这个早期 我们只有2万到3万人的规模 在近来人越来越多 通常呢 其实都会破数十万人 所以在今天的节目里面 我们就要为您邀请到 也是两位重量级的贵宾 然后来探讨我们这个客家文化了 我们首先要请到的是 台北市客家事务委员会的 徐世新 徐主委 欢迎徐主委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台阁侯 好 欢迎您再度的上节目 好 那再来欢迎的是 我们台北市客家里长联合会的总会长 沈凤云总会长 沈里长 主持人各位相亲大家好 好 非常欢迎 刚刚我有讲到这个台北客家一名嘉年华 这个在每一年我们都会 这是一个非常 我觉得是世界级的 为什么 因为有跟世界连线嘛 如果他没有办法来参与的话 我们在这个全世界的天涯海角都可以用 是直播嘛 直播的方式来放送 真的是非常的精彩 为什么每一年都会吸引这么多人 您觉得这个特色它的魅力在哪里 我想第一个 艺民祭典类是只有台湾 台湾特有的一个文化 那所以艺民爷的这个信仰 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很多的从台湾到世界各地的乡亲 他们都开始等于说对家乡的怀念 他们都有很大的一种亲切感 那他们都希望说透过这个参加这个祭典 这个主祭大典呢 他们也能够回想到 他们以前在家乡的时候的这种文化 这种亲切感 所以我想每一年呢 到在世界各地 即便他们不能回到台湾 他们到这个时间点 他们就很想也借这机会看到各个 海外各地 然后以及台湾的乡亲 真的是谢谢台北市政府 我们有这个心 能够办一个这么大的活动 非常的精彩 能够把大家的心 然后这个凝聚起来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具象的展现 相信看到这里 大家都非常的期待了 今年什么时候 十月有三天 好像去年也差不多是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对差不多这几天 三天其实我们活动内容非常的丰富 第一天当然就是最重要的 这个迎神绕镜 这个请 好我想我们一般 我们这个整个三天的活动里面 第一天十月二十一号迎神绕镜 那我们今年呢 会邀请全台湾 二十三间的公庙 的义民爷 一起来到台北 因为我们台北市自己没有义民庙 但是全台湾很多地方有 那我们就邀请他们上来 那让义民爷一起来到台北 为整个台北市的市民朋友们祈福 来祈福 所以早上先迎神绕镜以后呢 那我们会到这个中正健康 就是主会场 然后会有一个安座大典 然后安座大典完呢下午就开始会有一些所谓的义民祭的法会 然后那第一天的晚上呢 会有我们的这个我们教育中心就是台北市的歌谣班山歌班 他们的决赛总决赛 那第二天就会是我们的重头戏 是我们的早上一开始会有挑担奉饭 这个是非常的重要 对 省会长每一年都会都会参加 而且是号召里长啊 亲朋好友一块来参与对不对 省会长的弹头都特别特别大 特别丰富 真的真的 对客家人 就是说对这个义民爷呢 我们知道义民爷他的为了宝乡为民 他牺牲他的生命 所以客家人没有什么好来报答他 就是说在我们乡下呢 我们七个七年轮到一次 他把家里最好就赚到的钱呢 就是养一只猪 养到轮到的时候就杀猪来敬拜义民爷 这个是客家人的特别的精神 所以在三十几年前在大安公园 刚好我在那边做生意 那有一个蔡锦川先生 常常到我那边聊天 他说他在家乡是服事义民也很临 我说他想要把他请来台北 是 请来台北刚好在新生南路 河滨东路口 当时有大安卫生所 搬到这个新海路 那边做大安健康中心 就多出来空地 他就叫我去借 我说第一次就借到那一块地 这也是神迹哦 成立了台北市的第一个育民 迎上台北 给旅居台北的乡亲祭拜 当时第一次的杀猪公 第一次的借场地 也是我去做 所以连续做了几年以后 政府认为这个有选票 政府就接手 政府就接手做 就一直延伸 当时我们主要是以南妈祖 妈祖大家都知道 他们在绕境很风光 我们台北也要把南 你听到南部那么热闹的 这个绕境就是妈祖 我们希望北部最大的拜拜 也就是义民严 南妈祖北义民 北义民 我们当时所要号召要做出 把义民做大也是这样 所以大家常常说 什么文化跟民俗搞不清楚 我总认为 长期祖先生活的一种模式 没有错 一风一俗 好的把它留起来 不好的去掉 所流出来的就是一种文化 我们现在义民严在台湾 就是把这个好的 留下来过去的文化 生活的一种方式 不好的已经去掉 好的留下来产生了一种文化 就代表一个族群就是 台北市的客家义民文化 对对对 我觉得非常感动 其实就是一种感恩的文化 对不对 因为义民也当初就是牺牲自己 所以客家人 我们怀着感恩的心 对也是敬拜他 那再来其实每一次看到 沈会长分享的这个挑担奉犯 我们浩浩荡荡的出发 而且去年呢 我们还有亲子挑担 小朋友他也在挑担 我觉得就是一种生教 其实对客家朋友来讲 生教好重要 对因为我们觉得 让孩子亲身去体验 他们可能过去对客家文化的熟悉度不高 可是当他开始挑担 然后我们开始跟他解说这个内容的时候 他就会发现 原来这个就是他所过去不熟悉的客家文化 原来长这个样子 那未来呢 他们再去接触到更多客家文化的时候 他会有一种亲切感 而且甚至我觉得他多参与几次后 他慢慢会变成生活的一部分 对 所以我觉得当他变成生活一部分以后 他就不会觉得客家跟他有距离了 好从这个生活当中慢慢的开始 所以第二天挑担凤范 创意采接这个是大家更期待的 比方说我去年好像有一些颜色 比方说红色蓝色啊 一些代表客家性的颜色出来了 今年是有什么 会让人家眼睛一亮有期待的 OK因为去年的创意采接 本来我们是要走到那个西门町 结果后来刚好要采接是下午 那是周一点半的时候 就突然下了大雨 那所以后来我们就决定 在中正经县堂内里面来做 等于说这绕一圈 就没有真的走到这个西门町 那今年我们还是希望 因为去年的那个时候 很多人在西门町等 就等着希望看到这个创意采接 朝守盼望啊对不对 因为像我们这一次 我们每一年的创意采接 都有世界各国的团队 也都会穿他们的服饰一起参加 然后还有我们自己本身传统的艺名 就是客家信仰 或是客家民俗的服饰 那所以我们一直很希望说 这个创意采接以前上它 创意采接跟挑战风范是合在一起 就只有早上 那在几年前呢 我那时候刚来客委会的时候 我觉得既然采接 我们就知道它是单纯的采接 像嘉年华会一样 对对对 开开心心的 就是巴西的嘉年华那种感觉 所以我们就希望说那时候花车 我们也坐大的花车 然后就开始整个走 走这个台北市的街道 让大家采接的一起 很开心的一起在沿路 跟大家挥挥手 那我觉得这个是第二天 我们觉得很重要 那当然第一天 第二天的早上 挑战风范 晚上是会先有主祭大典 但是就是全世界连线的那个 然后这个大典完到中午了以后 这午饭后就接着创意采接 那创意采接完回到这个中正经验堂 我们的晚上会有这个 一鸣之夜的音乐会 好 这感觉是很新的新的这个节目 这是一个 这是就是我们晚上都是创 应该说流行音乐 好 我们传统的在早上 然后先把我们精神力量凝聚以后呢 下午我们来个嘉年华会 开始不能讲变装走秀啦 就是希望大家能够enjoy它 然后晚上音乐会 我们洗涤一下心灵 这就是晚上的部分 隔天送神大典 这个也相当的重要 对 因为一鸣也全台湾 各地一鸣都来到台北 也算是为整个台北市民祈福 那祈福完了以后 那到了第三天我们整个圆满 活动圆满以后 我们就会请这每一尊艺名 回到他们的所在的公庙 所以这各县市的 等于说公庙的这些 不管是主任委员 他们也都会上来一起 迎这个艺名回去 然后作为一个这个Happy Ending 真的是非常的热闹浩浩荡荡 所以我们发现呢 其实我们可以算是一个 结合传统与创新会党 你有沒有这样觉得 对跟以前比差很多 对不对 是啊 我就说这个文化 就是要靠民俗 民俗就是长期 这个祖先也好 我们现代每个人生活的一种模式 我们都认为最好才有办法 你认为今年做不好 明年就不可能再做 可以延续下去就是表示这个 符合时代的人的这种生活的 一种模式的文化 传承下来就变成以后 子子孙孙所追寻的一个文化 不过主委会不会觉得这个传统跟创新 然后文化传承 这样子要用一个比较创新的方式 它难不难 它难不难做 那我反而觉得很 我觉得不难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创新 我们每年都想创新 对 可是我觉得反而是 你要怎么样把最传统的部分 好好的保留下来 我觉得那非常不容易 所以我觉得我们台北市 虽然不是客家原乡 可是我觉得我们在艺名祭典 主祭大典 就第二天的早上的那个 主祭大典上 我们大概真的保留了最传统的 整个仪典 所以包含不管三线集里 或者是整个 你会看到我们那个仪典的 礼生的重视 然后你会发觉 我们整个做的这个 我自己都觉得好慎重 就是我第一次参加的时候 我那个内心有一种很 就是很感动 莫名的激动 对 真的是很激动 我觉得说哇 这么传统的 这样子的疑点 完整的保留下来 很不容易 包含我们像下午的这种 有一些像我们会请到 红头道士 他们那个吹牛角的那个 那些传统的一些疑点 我觉得非常不容易 几乎看不到 所以我们2019年在中正经验堂 第一次在中正经验堂办的时候 好多外国人全部来拍照 他们看到 他们都觉得那个 红头道士在吹的那个东西 到底是什么 然后大家都一直想知道 然后我觉得这就是一些保留传统 但是他们后来发觉 怎么晚上 那一年的晚上 请来的是葛莱美奖的得主 这是国际级的 对 世界知名 从美国 从拉丁美洲邀请来 他们来演奏客家音乐 然后他们 然后所以那时候 对这个很多外国人来讲 他们很冲击 下午看到那么传统的 葛莱美奖的来演奏三歌 然后晚上来演奏音乐 然后把它做得非常的绝世 非常的拉丁 然后他们觉得哇 客家音乐原来这么好听 那所以我觉得要保留传统反而很困难 很辛苦 但创新我觉得我们随着时代与时俱进 我们一步一步努力 好 不过虽然我们这个时间还没到啦 但是其实大家都一定翘首盼望相当的期待 主委我们偷偷的透露一下 今年跟去年有什么不一样的特色 增加了好多东西 对 我想 小编非常的辛苦 我知道 对 我想今年出了这个主题 对 主题叫做省到几时 诶 葬斗基斯 广东话 对 这个大家看到SDGS 这就是 这不是环保 对 谢谢联合国的永续发展目标 那这个因为我们后来发现 在我们今年4月22日世界地球日的时候 我们办了 我们跟很多环保团体一起合办 是 突然发现大家都觉得 原来客家文化跟客家传统民俗 甚至客家老祖先传承下来的东西 原来跟联合国的永续发展目标 几乎17项不谋而合 那也因为这样呢 那我们就想说 那我们要把这样的文化 这样子我们客家老祖先的文化传承 告诉大家 所以我们就想一想 诶 主题可以是什么呢 因为过去的人 大家都觉得客家人很省啊 然后 节俭啦 节俭 因为我们爱物习物 毕竟生长的环境 对 祖宗生长的环境 不是那么好 很辛苦 对 所以以前大家觉得省 那以前觉得省好像不是一个 太好听的名字 可是现在不一样了 现在你会省真的很了不起 是会 是没得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这一次 就用了这个主题叫做省到几时 念起来三度旗席 刚好是三度旗席 诶 英文也可以接 就完全我们是英文 所以刚好跟这一模一样 太神了 所以我们那时候觉得说 哇这个主题真的太好 然后我们大家看到 这个后面这个波纹 这不是花朵吗 看起来是花朵 对不对 它实际上是用AI人工生成的声波 这声波里面讲的是什么 就是客家的五种腔调 四海大平安 四县海路大埔 饶平赵安的五种腔调 分别念三度旗席 就是分别念省到几时 这不同的颜色代表 对它是不同的腔调 然后念出来的波纹 所以它上它的波并不是一致的 然后所以很有趣 那我们是希望说 今年第一个就是我们会 大力的让大家认识 客家老祖先 千年前就开始推的 这个传统的美德跟联合国有去发展目标 一模一样 然后第二个 这就是特别想跟大家介绍 今年我们有一个很大的特色 是亲子专区 那这亲子专区呢 我们有除了这个叫做大型迷宫 小朋友的故事迷宫之外 小朋友的福利来了 对 然后我们有一个大型的说故事区 这个大故事屋 那这有做一棵树在那边 让大家介绍 我们自己出的绘本 然后再来还有所谓的 小朋友的DIY手作区 那DIY手作区我觉得 让小朋友亲自做 来感受一下各种 了解客家文化 然后最后有一个小老板市集 那这个让小朋友把家里的 这个他的不要用到的物品 然后整理好 爱物习物的关系 然后来做二手市场 然后让小朋友自己当老板 然后同时让他们感受 真的资源再利用 这是非常非常不容易 谢谢主委的分享 所以可以看到什么 其实我们一场好玩的活动 然后我们有声教 有言教 然后也欢迎这个老少朋友们 带着自己的亲子家人 一块来参与我们近战广告 投资型诈骗 你是否曾经在社群网站上 看过一些关于轻松赚大钱的广告 事实上 这类型的诈骗手法 往往以快速致富作为卖点 吸引被害人上当 并以不真实的小额获利 逐渐降低被害人紧接心 引诱被害人开始大量投资 等到被害人真的大量投资之后 随机捐款而逃 千万别上当啊 轻松致富多陷阱 脚踏实地最实在 欢迎回到凯破talk show 来先预告一下大家 今年的台北客家一名嘉年华活动 非常的精彩 我们即将在10月21号盛大开罗 然后到三天 那今年的主题 来主委刚刚讲的非常的有学问 我们叫省到几时 这个是符合环保标准的SDGs 刚刚好我们用第一个字母 然后来做一个发音 这个省到几时它的寓意是什么 因为我们想 我一直觉得就是我们客家朋友 爱物习物的观念是吗 一般讲到省到几时 有一点像说 就是有一点反而是 觉得有一点 对责备说 或是应该说 它不是一个太正向的说法 可是实际上呢 我们就是想告诉大家说 省到几时以前你觉得 这个好像不是那么正向 但是实际上当你真的 真的做到这个 很认真的去 这个符合我们客家老祖先的 一些精神的时候 原来我们就 就完全遵照了 这个联合国的永续发展目标 我反而觉得有智慧的省 是一种智慧 是一种 也是一种道德 对所以我们常常告诉 没错 我们常常告诉大家说 所以如果你看到 2015年联合国才提出 这17项永续发展目标 那可是我们老祖先 几百年前上千年前就已经开始在推这件事 这17项是什么 对也是客家精神 这下面是17项客家版的这个SDGs 就是HACA HACA SDGs 就是说我们把原本联合国的17项 永续发展目标 根据我客家文化 所对应到的内涵 把它做成了客家版的17项 所以我们都说 如果这个我们认真做 我们可能 我们真的可以是 问人家说 全世界走在 比联合国更前面的 更早开始推动 这个永续发展目标的 这个族群是哪个族群 就是我们客家族群 那我们说全世界 谁最有眼光知道说 很早就要保护地球 就是客家族群 所以我们想让大家知道 客家族群是一个很 虽然含蓄 但是却很认真在 保护这片土地的一个族群 应该说我们其实 不是太大张旗鼓 但是默默的去做 对可是现在我觉得 这个美德非常的好 我觉得要发阳光大 对不对 而且何况全世界的朋友 其实不只是客家朋友 其实都那么的喜欢嘛 对 不过主委我们具象的讲 这个17项 他有什么这个客家精神 上次 我觉得我也刚好 可以借这个机会 让大家来看 就是比如说我举个例 像我们讲到这个 联合馆的第二项 永续发展目标 叫做终止饥饿 这个是一个悲剧 对就是希望说 不要 等于说我们希望这个食物 能够妥善保存 我们也希望说 不要食物的分配不均 那所以回过头来看 我们客家老祖先 客家老祖先除了告诉你说 春更下云秋收东藏之外 这个秋收东藏 最重要这个东藏呢 就是说我们很多的食物 客家老祖先非常会 把这个食材 保留下来 让它可以 比如说我们做腌制 那所以这个腌制 对像我们的腌萝卜 现在人家讲我们的这个 老菜薄 就是老脆薄 这个老萝卜干 现在二十年三十年的 这种老萝卜干 人家说这叫做黑金 那还非常贵 黑色的黄金 真的很贵 因为而且很好吃 然后重点是 它还蛮保护喉咙的 所以上老祖先有很多的智慧 以前我们可能不了解 但是真的看到联合国 做这个目标以后就说 原来我们有很多可以做的 像我们的梅干菜 对 这个我们的这个 梅干厚肉 对 都是透过这个老祖先把食材 怕浪费 所以我们把它直接做成 可以保存很久 而且又很健康的食物 对 那譬如说大家来看这个 第四项 我们最常 现在大家都很重视叫做 优质教育 是 那优质教育呢 因为客家老祖先刚刚会长 这一开始就告诉大家这个 所谓的情庚与独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对 那所以就是我们这边也叫 庚独传家 然后这个祭祖从宗 然后就说 实际上应该说我们客家人 很重视祖先 那客家人又很重视祖先的训事 就是等于说 然后祖先们给我们的 灵爱祖宗田 莫忘祖宗严 对 所以我们对教育 客家人我觉得对 对这个子女的教育 他就说除了你跟着家里 在做这个农事之外 只要孩子愿意读书 你会发现这父母 几乎是请尽全力的 我就算卖田卖地 我也要栽培他 就是要让孩子 能够有机会读书 所以我觉得 这是客家人对于教育的重视 那所以我们常常讲这个 为什么讲 除了情跟语读 我们几乎客家人 还有一个禁字庭 跟人家很不一样的地方 习字庭 对 行字庭或禁字庭 那他这个 他就是我们对于写过字的旨 我们都非常的重视 我们觉得不能随便拿来乱丢 所以早期对于这种用过的纸张 我们都不会把它 譬如说拿来做其他 拿来店便当 对 以前会很重视 所以宁可把它保留下来 那再不然他会觉得 因为慎重 所以会把它 很慎重把它放进 镜字庭里面去烧掉 等于说不让它 不让它被 让这个文字的这个 被人家拿来乱使用这样 所以这是客家人 对教育的重视 其实这个是一个 我觉得就是我们从祖先传到 我们后代的这样一连串的观念 不过其实从新到旧 我们都其实有不一样的展现 比如说今年我们的宣传海报 这个我们连航海王都出来了 其实我这样子对照一下 其实我突然发现 看完电影以后 我觉得这个真的有符合 这个客家的特色 为什么因为鲜明渡海来台开墾嘛 这么的辛苦 就像他们冒险犯难一样 对我们就很想让大家知道说 每个都是鲁夫是不是 每个人都会感觉 原来客家跟你那么亲切 客家的精神上 就也愿意去开墾 愿意去付出 愿意去这个等于说 勤劳 勤劳的去面对每一个挑战 所以你会看到 这样子的精神 真的跟客家精神是非常结合的 主委觉得他这个设计怎么样 我觉得等于说 这个先翻译一下 永续精神 哪一种是哪一种地类 就是我这个叫做传统 我们认为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 这样的精神上 我早就知道了 意思是说我们客家人 很早就已经在身体力行 就在做了 所以这个哪一种是地类 这个对对对 而且会长都会 常常也跟我们一起 到这个新浦艺名本庙 这个就是本庙 对 新浦艺名本庙 然后我们每一年 艺名祭之前 我们都会先到 新浦艺名本庙去参拜 然后也跟本庙的艺名爷 报告说我们是哪一天 要办这个艺名祭 所以上每一次这样去 大概都浩浩荡荡 好几台游览车 然后都是各家各社团理事长 然后还有各家乡亲 还有我们各教育中心 台北市的三哥班 然后五道班 各种客家班队的班长 几乎大家都会一起去 所以浩浩荡荡 很慎重喔 我觉得就是凝聚客家朋友们的一个 人心的力量 其实这个也是 这个也不简单 对 这是什么 所以我想这个米龙是传统 就是我们对于一些 等于说 疑点里面我们很慎重 那所以这个像这个是在 实际上是我们的 在春之庆典的时候 我们为了要对这个新丁新枝 所谓新丁新枝就是 新生儿宝宝 这个男宝宝叫新丁 女宝宝新枝 那我们在要帮他祈福的时候 所以我们办的一个 有点像是祈福法会活动 那这特别是用米 去做出的一条龙 这整个都是米 白米 然后米做成龙 然后我们把这个十元硬币 就像灵片一样放在那里 那祈福完之后呢 我们会把这些灵片收起来 就十块钱 然后发给大家 作为祈福的祈福币 然后那最主要也是希望说 在新生儿宝宝 就是还未满周岁的 这些新生儿宝宝 祈福 然后也希望 这个宝宝们能平安健康快乐长大 然后所以这也是 很重要的客家传统仪点之一 所以说客家的传统仪点 我们就是 当这个艺名祭 这个是一个最大的庆典 因为艺名爷毕竟是 我们的信仰中心 那像刚刚主委分享的 这个是对我们新生儿宝宝 对的一种 我们表达最实际的祝福 还有哪一些呢 还有哪些重要的节日 我记得先前您有分享过天川日 我记得是那年初 正月二十 农历正月二十 就是这一天我觉得也很 是最符合我们常常讲这个 SDGs的概念 因为以前早期都说是因为 这个女娲补天嘛 就是在讲说 五色石啊 对 五色石 那因为他在讲说 这个天破一个洞 让你仔细想想 在很早以前 可能长辈们就已经认为什么 认为这个耳大气层 破了个洞 那所以需要去补对不对 那所以他告诉我们这个 正月二十 为什么要所有的 客家人已经很勤劳了 可是怎么会叫你到 正月二十才开始工作 我们一般不是大年初五就开工 然后就开始上班吗 但是呢 为什么要告诉你正月二十 那一天还休息到那一天 才开始上工 第一 除了老祖先认为 这样子保养身体 可以让身体达到最适当的修养 你辛苦了一整年 你应该要好好的调养身体 让身体回到一个最佳化状态 第二 土地 他让土地的那个修养身形 不是就是很快的又要在 就不断的消耗这个土地的能量 所以他们认为要让土地达到适当的修养 好 修耕修养之后 然后才开始再来这个播种 其实听完主委这样分享 我就觉得客家的朋友很有智慧 为什么因为其实我们所作所为都是根据的这个 人体的一些就是五行 对对 其实这个非常的符合 也是符合医学养生之道 不过讲到这边 其实客家文化真的好多好多非常多 我们讲到其实信仰中心 刚刚有讲到义民爷 我突然又想到一个 这个是很多人常常都会看到出现的一个字眼 对客家的族群来讲非常的重要 伯公 对 伯公这个信仰据说是好像 我知道有很多地方 比方说他管地 管水 任何地方都管 甚至我们结婚 我们都会请伯公 伯公其实就是你们的土地公吗 会长 对 这个过去客家人在渡台的时候 经济条件不是很好 是 所以我们的寄托 除了有的就把那个三三国王带过来 对三三国王也非常的重要 但是真正保护地区的就像现在的村长里长一样 就保护地区 就像您 所以这样就叫做伯公 是 伯公你要花钱 当时经济状况不是很好也不容易拿钱 但是就在大树下面就用石头叠起来 就长期把这个每天去换茶 点香 初一十五 就会去 我们称为万神茶 那个茶我们换的那个茶变成神茶 还要祭拜 还要烧金点香 跟伯公禀报 说某某地区呢 住在哪里 今天是什么 我们呢 准备了这个清香 跟清茶 来祭拜你 请你保佑 来跟伯公报告 对 后来慢慢形成了 我在十七岁十八岁 我就做生意 是 当时我们乡下也就是用石头 这样子在拜 拜了几十年 我叔叔他就说 这样子 是不是你有赚到钱 来把刁 用石头刁 刁了一个土地公 一个土地婆 是 我们在那个中壢 开光点眼 是 那个师傅就开光点眼 做法师做完 哇 我们就这样子抱着 浩浩荡荡的敲楼打鼓 是 走了一个多小时 抱到那个 我们乡下的那个 做的那个土地公 庙小庙 结果当时呢 民国六十几年 七十几年 大家的很盛行 是 那个 就变成很灵的一个土地公 结果那土地公土地婆 都被人偷走 哇 太灵验了 这太灵了 不过会长当时您是以颗感恩的心 我们把这个福德 然后也希望大家都能够 跟我们一起分享嘛 对 我觉得这个散心是非常非常的棒的 所以说呢 其实谢谢会长 以及我们主委 非常热烈的分享哦 其实客家朋友 我们身为台湾的第二大族群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呢 台北市府跟我们的政府 也都非常的努力 这个保留这个地方的客家文化 也期盼在主委跟会长 我们的用心之下呢 我们这个客家文化 我们不但能够永续的发展 而且还能够持续的接轨国际 谢谢两位贵宾 谢谢 我们凯普通秀 下周见 拜拜